Lets Unbox! 我是杜鳳 今天跟大家爆箱的 就是 公普动漫 Uritorama 上次我拍左飞的时候 我要抖正一些资料 首先跟大家说一声 它标明是正版授权玩具 但是经过大家的留言和我上网查完之后 我要抖正一些资料 就是 它不是原谷正版授权 它是泰国公司正版授权 泰国公司是什么一件事 如果大家相信有追开一些特殊消息或新闻 都知道 早几年原谷刚刚和泰国公司打官司打胜数 正式收回所有 关于Uritorama的海外版权 所谓泰国公司持有的Uritorama海外版权 全部都回归原谷 关于这宗官司的来龙去墨 大家可以上网查 打回原谷和泰国的世纪官司 你应该上网找到相关资料 我这里就不再详细说 但是这间光谷动漫 就是在他未输官司之前 他所说的 就是跟泰国公司谈版权 再加上他强调的版权 就是来自1960年 正式式的原谷和泰国公司合作 去拍摄的Uritorama海外 兄弟VS怪兽军团 一套泰国电影 是原谷和泰国公司合作 亦都提供了所有的技术 皮套各样东西 这间公司就是拿了那套电影的版权 那套就真的是原谷去合作 所以这个版权就真的有点复杂 所以就像网友所说 情理上就是没有版权 但是法律上 它又好像是有版权 所以有点奇怪 好,那我们先说一句 这一句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上次左飞也发现到 正常我看到外面街 多数都是这个盒子 即是一个长的小盒 但是有某部分的玩具铺 就看到是这个尺寸的长盒 那时候我已经在想 咦?有什么分别呢? 多了东西还是少了东西呢? 所以今次就买了一个长盒版 看看究竟是多了些什么 好,那里面就这样 目测就没有分别了 纯粹是摆位问题 即是它因为将地台 就摆了上来这里 那这个扎盒 这个就把那些地台 呀,手型的那些 就收到一个盒底里面 那纯粹是摆位的分别 那内里的部分就完全没有分别 那好像这个小盒 会省地方一点 这个牛腊那么大的 哇,都挺漂亮的 啊 它用得挺适合 因为它最重要是 它那个象征 那个豆鸡眼 做得很漂亮 水汪汪很漂亮 还有身上的银色都很漂亮 亮的银色 OK 好,给大家看看 前面 側面 还有后面 它那个身形 有点像 Evolution Toys 即是尺寸 像那个系列 都是比较大 好,试一试可动先 那也是可以整个关节拉出来 那方便可以 一会儿摆到十字死缸的姿势 另外刚刚试过 翼手也是 举得很高的 摺到这样也没问题 接着胸口可以少少移动 那条腰呢 因为它是用了软底褲 那它的软的胶 又没有去到 好像真骨那些 那样的 但是是软胶 所以可以扭到这么多 那就可以 撑开那条底褲边 另外脚关节 这里 也可以举到这么高 因为它又是那一句 软底褲 所以就不会顶到大腿 这里也可以摺到这么高 你看到它也是做了一些皮套的摺纹 也都 轻松地抹到 男人心一字马 手型的胶 都挺软熟的 所以手型也不算太难换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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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Fit 因为刚刚说过 它比HF 比HF 高很多 如果你拿HF 那些怪兽 那尺寸就不适合了 但是你拿 WithOcean Toys HF 那些 即盾二代 那尺寸就很适合 Let the fight 尺寸跟HF 都挺合 可以跟Redman破天荒合作打怪兽 SWAT OK 当然不少得这个十字光纤 Special Mood Corsair 但是 都是好像上次左飞那次那样 这个东西有点重量 令到它的手臂都很强 需要少少时间作为调整 真男人 顶一会 最主要是样子 我觉得样子真的很漂亮 令到它死光的动作都很生动 好 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就是这个 发光功能 好 又有个光字 以正视听 哇 都挺光的 那个timers 之后再加多一下 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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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胸口就很光了 头好像那个光度就差少少 对比上次左飞 今次的样子又再进步了 吉田的样子是再漂亮一点的 左飞也有点怪怪的 正如我刚才所说 这间公司的首持 就是Rutalaman 6兄弟VS 怪兽军团 这套电影的版权 当时这套泰国电影的皮套 其实是有点怪的 样子是跟我们平时日本看的 有点不同 古古怪怪的 这一只公仔 据他们所说 就是跟了当时电影版的皮套去做 尤其是左飞 最大分别的样子 有点怪怪的 跟平时日本看的样子有点不同 因为它是跟了当时泰国版皮套去做的 好 那之后先帮他加面 之前买了一些斗篷 给UltraArts用的 Exit Track似乎太大件 现在这个呢 就刚刚好了 哇 帅哥 好了 那 大约就这么多 因为其实它主要都是换在手型 没有什么特别 有很多拍摄 不过呢 它又可以亮灯 加上也有地台库送 那样 都是卖一百九十多块 好像 两个水又爪的价钱 我觉得没什么好说 都挺划算的 咸冷超纹 我一亮灯 整件事真的差很远 漂亮很多 很快 它已经公布了下支 就是Seven Seven 正在来 遇到今年就是周年纪念 都挺快 左飞和吉田 都是隔了一个多月左右就已经出了 吉田刚刚今个月出 下个月左右 应该就会有Seven 到时再开 希望可以 组一齐六兄弟 因为如果它拿这个泰国版权 我真心希望 它去出这个Halloman 这个泰国原创超纹 我很想要 因为是极小产品 那你取得这个电影版权 希望它出Halloman 好 今集暂时玩到这里 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给个like 和share给朋友 还有记得订阅我们的channel 下集再见 Shot